這邊有新增10例的確診個案 那8例為境外移入 那2例為本土 那這個案例336 336是一位 應該是一位保全 是一位社區的保全 這邊有新增10例的確診個案 那8例為境外移入 那2例為本土 總共我們今天病例是330號、338號 那本土的個案唯一為50多歲的男性案335 及40多歲的女性案336 其中335多日膚寫不適到診所醫院就醫 3月20日已案291 印尼境外的人的接觸 所以3月23日發病 曾兩度就診未緩解 因為知道291確診 所以31日再度就醫 那人就收 收置在富牙隔離病房 那確診 336他近期沒有一個 出國時 於3月17日出現 喉嚨痛、流鼻水、咳嗽等症狀 26日發燒就醫、30日因為症狀持續回診 那診斷出有肺炎 收住 收住院採檢 那今天確診 那這個案例336 336是一位 應該是一位保全 是一位社區的保全 那相關案件我們在傳開疫調 那我們也告知 社區的主任委員有他去通知 他們的住戶 那早上也對於社區做整體的一個消毒 那相關我們會針對 整個社區裡面有接觸者 或者有曾經有症狀或有出國時的 做進一步的調查 那之後就去了這個 一家醫院就醫 X光因為顯示有肺炎、嗅覺喪失 所以這家醫院就把他轉到他同一個系統的醫院去 去住院 他17號開始有出現 我看一下 17號開始有出現這個全身健態喉嚨痛、流鼻水 鼻塞跟咳嗽的症狀 26號 出現發燒到38.7度 所以他就到診所去就醫 30號 早上再到同一家診所就醫 那之後就去了這個 一家醫院就醫 X光因為顯示有肺炎、嗅覺喪失 所以這家醫院就把他轉到他同一個系統的醫院去 去住院 收住院 收住這個隔離病房 負壓隔離病房 出現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